嗨,大家好,我是瑞爺 今天來看家族戰 殘封VS新城 這邊我們8比18 已經是王牌戰了,感覺要輸要輸的 然後是賽博城弱火 看看這個弱火能不能因為有不知火舞而搬回一城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吧 好,那我們這邊準備開始啦 月亮進來了 這邊是殘封VS新城 不知火舞都還沒有舞蹈會 對面是舞蹈會百強 目前輸了10分啦 必須要贏一場再加同步戰才行 那這場 賽博城弱火 看看有沒有戲 這邊是一個往上跳 然後繼續往上跳 這個一開局的速度好像是平手 那就看這些後面的小細節 這個... 沒踩到泥巴,完美 然後這邊速度稍微快一點 可能用什麼小細節不知道 然後單軒說他都在玩陸服 沒在玩這些國際服台服了 好,然後繼續跑 欸,又被追上了 看來只是一些些...小問題 那可能... 最後有可能會比的是這個... 網路速度 誰的網路速度快,誰就快 欸,這個對面慢了一點了 不用比了 那這邊他該把冰雨點壓得很漂亮的樣子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冰雨點 然後這邊血路壓得很... 血壓得很低很完美 等一下應該會馬上可以觸發冰雨 就不用額外多撞一下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玩得這麼完美啊 然後買個虛弱跟冰椎樹 好,這邊直接先按一個因緣罩 我們來看他的血路是不是如此完美 完美到就是一絲絲血 回到這邊 可以炸掉 欸,出來了,真的 他是完美掌控的這個冰雨點 欸,然後這邊開大絕 之岩 一套打完剛好嚕到 然後這個笛子爆掉 欸,往前飛 不知道有沒有戳到 傷害是一套冠丸 我們終於看了這麼久 終於看到一把 終於看到一把 完美打的了 笛子加這個冰雨完美點 然後外加這個 什麼都一次弄完 這個 終於看到一把就不自我舞 順利打到他們想要的樣子 然後這邊按了一個笛子 先炸了一個寒冰 然後按一個笛子 然後這個傷害打到剩五條 可能要直接換飛斬 欸,這邊是選擇0 我猜錯了 他這邊用0 按了一個苦 騙了對面一個困獸龍 然後這邊這個困獸龍 直接幫他清拳頭 舒服 完全沒難度了 對面這個進駐沒有繼續動 因為對面沒限制 他這邊出來沒有大絕可以用 傷害少了一點 那個斷槽也不可能衝 哇,這個好像有點尷尬欸 這感覺好像 有點不妙啊 好像沒啥用 這個斷槽也還是不用 我繼續用出去了 但是這個根本沒傷害 轉不到啊 只能靠苦無打 OK 撞一撞撞一撞 他可能想要打冰雨點出來 我猜 那苦無的話 可能要存2發的樣子 欸,沒有欸 又用了 這個想法跟我完全都對不上 不知道為啥 好,這邊缺一個雪武龍 往前衝 還以為他是要存2發的 結果也沒有 但至少比對面快出圖 不過對面還沒限制的樣子 我們這邊是限制打 感覺好像這個用布置火舞 前面沒有失誤 好像也沒有特別快 而且那個還弱火對吧 那個傷害還比平常還高了 可是看不出來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還以為會用飛斬 結果竟然也沒有用飛斬 然後也沒有忍術能量 就這樣尷尬 OK 可能是 該不會是忘記換忍鐘之類的吧 不然 不應該忍術能量沒有那個 他可能 沒有弄好 沒有配戴裝備 沒有在對 好,繼續往前衝 欸,還是我是雲玩家 他其實是因為 原本 只要開個武器跟那個東西 弄一弄就可以有能量了 結果他 就是剛剛發生裡的小問題 啊,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總之目前還是小小領先啊 必須贏啊 這把必須贏 不然我們就要輸給倉月了 好 這個蝙蝠陷阱還沒按 手上還有蝙蝠陷阱 落下來,然後進過來 走過來 跳一下 吃個錢在下落 好,移速 只贏對面大概差不多 呃,隔六七秒吧 感覺六七秒 然後這個 但是我們先進來 先有卡進了 所以有卡進 在後面這個王先進來的先贏 誰先按到卡進基本上先贏 我感覺了 因為對面會有 不能按笛子之類的 很麻煩 呃,他這邊也沒有選擇按笛子 喔,原來他只要壓邊一點 哇 對面卡進按的比他還快 那他這邊虧炸了 我感覺虧炸了 喔,對面還按了一個詛咒盾 對面的卡丟出來了 不過對面因為用詛咒盾的關係 他對面自己也不能 也沒有啥用 好,他這邊用了一些東西 他用了卡進 但我覺得對面已經把笛子開掉了 感覺這個已經沒有鑽頭了 你看對面的這個傷害 我這邊這一場打的感覺 不是很OK OK,這邊要壓血 打個冰雨一點 喔,還有兩個小蝙蝠 哇,這對面 蠻燒的喔 操作蠻燒的 好 他這個 冰雨完全沒有配合到斷槽 龍至少打到 好,目前是他還行還行 只是對面的節奏可能會比我們快一點 因為他們卡進的問題 他們卡進丟的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這邊底子炸掉 哇,這邊也是在打輸出 還有一個雷盾 雷盾 對面的血都不會回來的 剛剛那個跳跳跳的傷害可能是冰雨之類的 哇,對面又再打了一波傷害 多打了三條 完了,我們就想要輸了嗎 他這個蝙蝠陷阱是Bug嗎 怎麼都不使用 呃... 好像按掉了 可能在等這邊一些比較低測的地方 笛子炸一下 水刀... 全部都按了 呃...但什麼感覺傷害打不追不上 哇,好像輸了耶 這上面那個金蘋果是誰 剛剛路上撿到這個金蘋果 不知道在幹嘛 點不了 啊,輸了耶 哇,虧他不知火舞還要打完一套 竟然被打爆了 好的,那我們再看 童物戰吧 看看這個... 另外一場有沒有贏 不過這場輸了應該就沒了吧 輸10分有點多 3分3分,那10分就追不回來了 哇,又輸了耶 哇,對面真猛 好,那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童物戰 那我們等一下見,掰掰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美術館這裡啊 童物戰 8比24啦 慘到不行 8比24 然後是不知火舞打這個飛盞 美術館2.5億的男人 絕境加鏡像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好,這邊進來 商尼AVS2.5億的男人 人界之星 欸,這個舞蹈會怎麼還沒開始 好,這邊是絕境境下美術館 手揪起來 不動明王甲 不動明王咒 套裝這樣 欸,拳戴雷頓耶 蠻酷的喔 拳戴雷頓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玩家的速度 好像差不多 看他會不會壓個冰一點 還是希望他可以打出完美的套路 畢竟他們都這樣帶了 希望他們的套路可以打出來讓我們看一下 雖然這個已經無關勝負了 OK,我們這邊跑圖永遠都會贏一點點一開始 但可惜 打王的時候沒有處理好 OK 不過剛才那場雖然贏了 另外一場也輸了 就也沒機會了 要兩場都贏才行 而且我們今天好像 我看了前面的那個 先鋒帶好像有一個二打三的耶 還有一場二打三的少人 人沒到期 欸,他們怎麼已經跑到王了 哇,我還說跑比較快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連跑都跑比較慢 好,他這邊買了兩個雷頓 來看看為什麼要帶雷頓 能量還沒滿 有脂炎 一開始 這個大家在炒的這個脂炎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是只有不知火 比較適用而已 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其他角色在用 哇 只有一發沒爆耶 也是蠻扯的 冰雨出發了 開個笛子炸絕 全部開下去 然後對面沒有那個 做壞壞的事 然後這個是人類 這王是人類 對面一開始是用飛仔 OK,不知火武的傷害還是高了一點 然後這個笛子 而且笛子還沒炸的 那這個打人類果然是非常吃香 打掉三,多打三條血 對面整個 沒辦法追上我們的傷害 但我們看不到我們人物的血量 不知道血路壓到哪裡去了 對面用了熔岩羽 哇 原來這個雷盾是配合這個 心機的啊 對面 他知道對面要用熔岩羽 他這邊直接帶一個雷盾 哇,這個冰雨 好像用的蠻好的 然後這邊直接獻祭掉了 那肯定是故意不按這個雷盾 OK 我們的Sony怎麼在打這個 今天這個沒有無關勝負的時候 感覺好像比較強一點 他感覺這場比較給力 對面看起來應該也是獻祭了 打了一波輸出 哇靠閃退了 好啦,反正這場 你們也知道無關勝敗 那我們這裡淋回去 也沒有重點了 唉 虧他這場打得不錯 想看看後面怎麼套路的 那也沒辦法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了,掰掰 請我服裝 我們再度一個禍 那以為你不斷 走路 走路